作詞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青春有計談》 《青春有計談》 華旺繼續請來劉心油和葉念心導演 其實我想問一下現在的心油是單身 乾飽 應該這樣說你沒有拍攝 我不可以說沒有難度 應該也不知道 他有自己說自己乾飽 我覺得我不是說我要出家 只不過是這個時間我沒有遇到 這個時間是被通常人隨便 我沒有辦法 不是說想的 你是不想拍拖之前嗎 還沒遇到嗎 不是 我覺得現在這件事很被動 就是我沒有可能外出去找朋友 真的要談得來 但我平時的工作時間 百分比已經很長 我已經覺得我存在朋友 已經很難保持的時候 就不會再增加 加一些機會去認識新的朋友 是啊 導演有沒有教他 沒有 哪能教你 劉心油這麼高貴 我想他總會遇到的 對 這個隨緣 好 我又想知道 因為之前導演寫過一本書 叫《一個鍾情》 裡面訪問過十個女生 裡面包括了心油 當中心油自爆過 因為單身太久 曾經一度懷疑過自己的性格 對 終於就是 如果一個人 你說那一刻 如果有同性追求你的話 你會不會 會不會真的會 去到好像趙悉姿那樣的激 其實我想過 因為很多人 你剛剛這樣問 已經很 叫做按部就班 有些人直接問 你覺得你是否需要看心理醫生 這樣吧 是啊 是啊 自己也懷疑過 但我很肯定自己是正直的 不是亂的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情況 我想知道 導演會不會開拍一套 叫做《五億贏心油》 什麼呢 一種藥油名 不是 五億贏心油 什麼叫藥油名 你不知道什麼 五億就是 不知道 但你說得好像藥油 對 五億贏心油 它怎麼只值五億 十億 即是無價之寶 你有沒有想過 譬如說 天方八計追心油 是啊 真的很難 我總是把他又彎 彎回直的 不是彎的 不是 在吐氣 本身 不要管什麼性別 去追求劉心油 那件事已經是三項別人才 以我認識劉心油 他的要求真的很高 十幾層樓那麼高 我經常說 拍戲 我和阿超 不斷去摘偶的條件 這樣 到最後我們都放棄 不如你這麼想 會否介紹一些男生來探探 給你一些機會 大小小小 不如你找到 你讓我來看看 我們都想開眼界 是 究竟… 那個對象 更值得去非洲看野生動物 或者上去 不知哪裡看海星人 其實我是用所有的專注力 去拍戲 所以其他東西都不想 你看我多專心 可能我們下一集回來再經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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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